好 我在您手下当职工 你也别想太 就凭你这句话 我现在就可以通知你 你下岗了 好啊你 你想干什么 干 干什么 报110 你在干什么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刘经理的保卫科长 你不要乱来 动手是犯法的 有什么话好好说 跟他这种人 没什么好说的 你回去考虑两天 如果想通了 来上班 想不通 别来了 走吧 我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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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刘的 我是不会跟你当职工的 你不要那么快下结论 好吧 回去一下啊 回去想一想 我告诉你刘经啊 这个饭店不是你个人的 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啊 她是经理 这是事实吧 回去想想 这 请吧 大概走了 你怎么来了 我说路过 顺便想跟你商量个事 又什么事啊 关于王慧娟的事 我早说过了 这保姆的事我实在不愿意管了 我管得都心烦了 我管得都心烦了 你看着办吧 随便怎么处理都行 不 你听我说 我们这事跟以前的事不一样 你看看 我真的忙着呢 这么多事等着我处理呢 刘经理 刘经理 又来了 什么事 什么事 你说 你站这儿说 你让我把话说完吗 我 说吧 我刚才是一时冲动 态度不好 刘经理啊 我想了想 我明天还是来上班 董事 您帮我美严几句吧 我怎么美严呢 哎呀 您是刘经理的保卫科长啊 你说话管用啊 刘经理啊 你不说话那就是同意了 我明天就来上班啊 我明天就来 明天就来 保卫科长 慧杰 你衣服烫得真有水平 就像店里的那个老师傅一样 我们都学过的 你呀 样样都会做 简直就是个保姆王 奶奶啊 我哪儿样用都会了 你看要是修点小家电什么的 我就不行了 清洗拖排油烟机 我还得请人来呢 清洗拖排油烟机 奶奶啊 有一件事啊 我觉得 义文和胡刚这样发展下去不好 是啊 义文和胡刚啊 竟为了些小事 吵了两三年了呀 哎呀 我们劝呢 也劝不好 最近呢 义文还搬回家来住了 哎呀 这就更烦了 我觉得他们不能分开住 其实他们夫妻之间 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 只是互相啊 不够理解 夫妻间长期分开住啊 那感情上出了问题 那才复杂呢 嗯 嗯 那你说怎么办呢 哎 义文啊 跟他婆婆的关系也不好 嗯 那就叫胡刚过来住嘛 在家里大家劝着 会好的 反正啊 夫妻间不能分开住 哎 你说的有道理 奶奶 嗯 这家里啊 大家都听你的 这事得你出面 嗯 对 我叫胡刚回来住 义文和他婆婆的关系啊 也得解决 要不然两口子啊 还是处不好 哎 是啊 哎呀 慧真啊 你要是能有办法解决 义文跟他婆婆的关系啊 那我可就要好好谢谢你了 哎呀 义文他过不好 脾气就大 哎呀 哎呀 其实啊 他婆婆啊 也很可怜的 胡刚呢 也给他闹得不好 哎 我会想出办法来的 那我可就拜托你了 哎 哎 我去给胡刚打电话 嗯 哎 我去呼他啊 哎 哎 哎 奶奶啊 啊 不要对他们说 是我出的主意 要不然效果不灵 哎哎哎 我知道了 那我怎么说 我去哪里 我去答案 你听到你感觉 他有天的 你当真不疼惜了 你还是他肯定了 你当真不疼惜了 都没有办法 你啊 还刚才能够死他 你呢 来 站在那儿 怎么没看见王慧娟啊 她去那个家政学校 给人家上课去了 请假走了 看这人上什么课 她是保姆王 样样精通 当然可以给人家上课了 白天你要跟我说 王慧娟出什么事了 有啊 现在要我说了 你在单位里头你什么样 六亲不认 还把我赶上出来呢 王慧娟会出什么事啊 她爱人到学校来找我 她是个业余作家 她爱人还是个作家 这倒没看出来 这有什么奇怪的 妈 你别忘了 你的爱人 可是著名的教授和演员 别瞎说 她希望她妻子不要做保姆 所以要我把王慧娟给辞了 那怎么行呢 是吧 我就当场把她给拒绝了 可是我心里面又很同情她 就找你去商量她 不能辞 她老公无权干涉她的选择 更无权干涉我们 不管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 反正都是作家 作家要面子 不想让自己的老婆当保姆 这也没什么错 我看哪 这件事情我们少插手 是专业的 报纸上说家庭服务员是一个新生事物 势力有精神要把她当一个行业来抓 要大家统一认识 说这是社会分工 还说这是给下岗女工多一个求职机会 统一这方面的认识呢 对精神文明建设啊 是有作用的 妈是干部 这样说是对的 爸 你怎么想 我不是干部 我的想法是比较狭隘 你妈这个人是表里一致 我知道 你这想法我清楚对不对 就是说不要去 不要去理睬那个业余作家 这个我同意 就是说 我这人说话就是 直了吧还是窄了吧 妈妈比较崇高 高瞻远瞩 你思想崇高 意境比较 你到底是夸我还是损我 有话就直说 我说 我说这个家庭服务员 他这个服务规范挺好的 他这是明确来路 而且他不会搞什么 乱七八糟的事 这种人可以信任 他是有利于用户的 所以我支持王辉娟 我支持所有的王辉娟 所以呢 上我看这事就 咱们就统一认识了嘛 谁啊 谁来了 姐 胖 来了 诶 好了 奶奶 那我来了 帮帮 帮 给我吧 哎呦 王辉 谢谢 小贝 爸爸 吃饭呢 你来干什么 是我打电话叫他来的 奶奶 喂 你叫他来干嘛 叫他来吃饭 不可以啊 虎刚 坐下来吃饭 快坐下 坐 四五块 请 你看着他干什么 他脸上有花 你吃饭 快吃饭 哎 你吃啊 吃 从今天起 你就吃在这儿 睡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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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睡在这儿 那我睡哪儿啊 睡在你床上 睡哪儿 问得出来的 这儿 虎刚 我跟你说的话 你听见了 他现在 睡在斯文的房间里 你也睡在 斯文的房间里 他要是赶你 跟你闹 你就来叫我 好 好 奶奶 我听你的 妈妈这招还真绝 让胡刚来 跟义文住在一块 这个调解方法 虽然很古老 但是他有他 直接的效果 你说我们 怎么都没想起来呢 你别看 老太太脑子清爽着呢 他还知道 这话呀 就他说了 义文才听 事先对我们 还保密的 走 你刚才听见 他们吵了没有 齐心啊 姐姐在哪儿 后来也就不知事了 没事了 他们要是在找啊 你就来叫我 好 早点睡吧 老太太还来个突然袭击 行了 行了 睡吧 哎 扮演这招能成功啊 会 来 硬是成功 快登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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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慧娟 你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你是我老婆 我们相互间都有感应嘛 你到哪儿 我都能感应到 这不 我不是找到你了吗 你找我有什么事 就来不及等我回家再说 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你不是要买一件衣服吗 我看上了一件 我现在陪你去 走吧 走吧 去晚了 商店关门了 快走 慧娟 在那儿 就这一套 就这一套 我看了不少服装 觉得这一套最适合你穿了 你看面料多考究啊 先生 您好 请问你是要买些什么吗 小姐 这套服装可以试试吗 当然可以 这是我们刚报的最新款式 就剩这一套了 就一套了 请你拿下 给我们试试吧 好 小姐 这段给我们试试吧 好 帮我拿一下 好 好 好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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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挺漂亮的 找着镜子 腰收得多好啊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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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太贵了就是 小姐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们可以打发折的 打发折 嗯 打发折 嗯 贵俊 要是喜欢的话 我就买下了 还是太贵了 打八折也贵啊 贵俊 我的观点是 衣服不要买得多 而是要买得好 你等着 我付钱去 等一下呀 这衣服挺好的 我也挺喜欢 但是 有点 不值那么多钱 要不 这得总经理我认识 我跟他商量商量 原来再便宜点 怎么样 好的呀 那你去说说 等着啊 小姐 你看这衣服多合身呀 请进 杨总 看着你啊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 你看 我等你都一个多小时了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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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今天下班晚了 她已经来了 我们走吧 那 组装选定了没有 选定了 要不然 怎么把你老兄迎出场呢 杨总啊 一会儿谈起我老婆工作的事 请你要诚恳一些 让她感觉到 你是主动在请她 这我懂 好 行 进 走吧 走吧 走 拜托拜托了啊 小姐 这个料子是 好好好 杨总啊 先拿着 是吧 这位就是我的太太 王慧坚 慧坚 这位就是杨总 你好 你好 我是康明的老朋友 张太太可真有见证力啊 这套服装穿在你的身上 可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张先生怎么样 你们想买这套衣服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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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张 给他们开个票 就按成本价 好的 谢谢你啊 我把衣服换了 别别别 穿在身上 一会儿我们去逛逛马路呢 你出来了嘛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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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拿衣服 张太太在哪儿发财啊 我在当家庭服务员 就是保姆 张太太可真会说笑话啊 真的 我已经干了将近一年了吧 这就是康明不对了 怎么让你去当家庭保姆呢 这不关他的事 他也反对的 好 先生 给您发票 好 还有个带子给您 谢谢 康明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过去 那凭你的社会关系 给夫人安排一个好工作 还不容易 怎么让你当保姆呢 杨总啊 好的工作不好找啊 对对对 我商下的呀 正好缺一个收银员 怎么样 假如夫人不嫌弃的话 就让他到我们商下来工作 这个我受不了主啊 杨总 你问问我太太吧 张太太 怎么样 这个位置可不错啊 收入也很高 那就 那就谢谢杨总了 那好 我们一言为定 下星期一来报到 直接到办公室里来找我 好 我保证你这个位置不缺人 好 我们走吧 好 走吧 好 再见 再见 杨总 再见了 走吧 再见了 惠姐 你今天选得特别漂亮嘛 你也挺漂亮的 我漂亮 我没打扮 我漂亮什么 你刚才的表演挺漂亮 和杨总一吹一唱 表面是为我买衣服 实际上是为我找工作 对吧 惠姐 你别把我的好心 当成驴肝费啊 你不信对 我看得清清清清清 你跟杨总说啊 我不会到他们去做 惠姐 你已经答应杨总了吗 说出去的话 是说不回来的 你们演戏 我也是演戏啊 不过这套衣服 还没谢谢你 你是我的妻子嘛 我们之间就不要客气了 我告诉你啊 见田家你已经认识了 你不要到人家家去搞 要不后果你负责 好好好 我不出面了 好吧 哦呦 开心点好了 拉着脸干什么了 你不是说玩吗 玩吗开心点呀 好 我笑 我们走吧 还要吗 妈 快出来吃包饭 嗯 尝尝吧 今天是我的手艺 好 好啊 快点 快点呀 一会儿凉了 奶奶 一文 今天是你烧的 对 好 放这儿 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 要不然咱们女儿 怎么会这么勤快 一文啊 怎么王慧娟今天没来呢 忘了跟你们说了 王慧娟今天呀 要陪我出去办点事 她说了 让我给你们请个假 事情一办完马上就回来 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我来不及了 我得走了 再见啊 慢点吃 别噎着了 慢点 怎么回事呀 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别的工作 商场缺的就是收银员 可我平常干的都是卖花生大枣 我哪会干收银啊 没关系的 你信心点 很快就会拾起 试试 到了这个商上你态度可要注意到 他们就是说我态度不好 所以我换了好几个工作了 就是你这点得打 你在单位里态度不好 单位吃不消 在家里态度不好 家里人也吃不消 谁说的 我在家里态度蛮好的 你跟胡刚吵得要离婚那么凶 他蛮好 都是因为他当了经理了 顾家顾得少 我又下岗在家没工作 所以态度不好 你要是给我介绍成来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其实胡刚对你蛮好的 你想啊 哪个男人愿意跟一个凶得要死的女人一起生活 来人就前面了 请进 杨总有人找 请她进来 杨总 来 王小姐 来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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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来 怎么了 今天报到就准备上班了 杨总 这位是田一文小姐 我推荐她做收银员 她以前在商店干过的 是啊 这 请进 杨总 外面有您电话 您接一下 抱歉 我接个电话就来 好的 我觉得她表情有点不对 我是杨总啊 康明啊 嗯 什么 有这事 哎呀 岂有此理 不行 不行 那不行 杨总啊 我请你解决的是我自己老婆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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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总啊 我看回调算了 哎 态度要婉转一些啊 哎哎哎哎 回调 回调 回调算了 哎 好好好好 拜托了杨总 好 好 再见 再见了 哎 哎 对不起 因为工作太忙 没来得及 你等康明打电话 昨天啊 来了一位受议员 也是朋友介绍的 哎 哎 所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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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文 杨总 你昨天不是说好的吗 一文 一文啊 这事怪我 我没有考虑周到 你不好受了吧 没有 要是换了你 杨经理肯定会贫义的 那不一定 哎 你自己也能做这个收银 干嘛要推荐我去 我已经有工作了呀 你现在下了岗 没有去处 那脾气不好 回家还不是去跟老公闹啊 哎 虽然没介绍成功 但是你的心意我领了 哎呦 慧轩啊 你现在做保姆 觉得满意吗 还不算最满意 那你干嘛要坐下去啊 他们是下岗的受温 也是六生无主 我老公就安慰我 让我在家里里里里家务 管管孩子 我这心里不是滋味 我那脾气变得 也像你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 下了岗以后吧 我总觉得看什么都不顺利 就是啊 我老公嘛 除了工作以外呢 业余还喜欢写点东西 虽然也有点收入 但是你想家里开销那么大 孩子又要上学 我不能让老公一个人挑吧 你心肠真好 再说 我也得有自己的工作 就像现在外面流行的说的 就说 体现 体现自身价值吧 所以我就千方百记得出来找工作 一个月挣个三四百也好 也是我劳动所得嘛 你真不容易啊 你像我有点钱啊 全买成衣服穿了 其实穿的好看有什么用呢 哎呀有条件 打扮打扮也是应该的嘛 我总觉得我们这些下岗的人啊 现在能找到一份工作 真的很不容易的 你比我年轻机会肯定比我多的 慧娟 你刚才说的这些 在我爸爸给我说的大道理中 我都没听到过的 还是你说的好 我听你的 我就不陪你走了 我还得到学校去 你自己再逛逛 啊好 再见 再见 慧娟 义文和胡刚的关系啊 昨天又有了新的发展 什么新发展 昨天晚上我们吃苹果 义文呢 给胡刚也削了一个 真的呀 奶奶啊 这可是好征兆啊 谁说强扭的瓜不甜呢 我就是要把他们俩人扭在一起 义文呢 也就没办法了 我要他们两个人呢 一定要接个甜瓜 对 奶奶啊 你当心点 动作小点 没事 一点都没事吧 来 这边坐下 来 慧娟 你不是说 要把义文和他婆婆的事 解决吗 你办法想出来没有 奶奶 我在想呢 你快点想 把义文 跟他婆婆的关系啊 早点解决 你放心吧 奶奶 我一定把办法想得出来 爸 明明啊 回来了 来 明明 来 来 来 爸爸有话跟你说 明明啊 爸爸又一次失败了 爸爸给你妈妈去买了衣服 还给她介绍工作 她不去 反而介绍别人去 爸爸 这是你不好 你干嘛老管妈妈的事啊 明明啊 爸爸现在是山穷水尽了 明明 你有什么办法帮助爸爸吧 你没有办法 我就更没有办法了 明明啊 明明啊 你能不能帮爸爸一次忙啊 什么 来 跟你说 来 你呢 家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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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在这个淡颜色当中 嗯 我有一个这个 大红色 嗯 打开吧 哎 好好 这样颜色就衬托出来了 对对对 你看这底下好像还缺点什么 嗯 各一 这叶子啊 各一 文章 好吧 差在这 就是 不能让它有空隙 但是也不能太饱满 这种地方就用叶子衬托一下 嗯 这一会儿立刻就出来了 对对对 这 这再放一点 我的这个中间 剪掉一点 有人来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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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吧 好 你找谁啊 我找我妈妈 我会接 明明 明明 你 你这是怎么了 我手摔伤了 你怎么摔的呀 我站在椅子上想拿衣服 一不小心摔了下来 医生怎么说呀 医生说是鼓掠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你拿东西叫爸爸拿呀 他说他还要改一篇文章 我不想打搅他 你手臂鼓掠了还要去上学 爸爸没空烧中饭 学校里也有饭吃 爸爸让我去学校 那可不行 你受伤了 不能再到学校去 要在家里养 但是我不去上课 会脱课的 以前我是奔迹记忆 现在我 我 你的成绩退步了 这次我妈妈 他能保护以后 我思想继续不起来 上课没有心思了 我不是几个东西都不理我了 令我的好朋友也不理我了 爸爸我疼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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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娟 你女儿手臂都受伤了 肯定需要人照顾 你先回家去 在家里 她爸爸会照顾她 爸爸也有自己的工作 人家给她的月高 她还没完成呢 你不能 你自己的工作 影响她的工作呀 是你这样 你不管了她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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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啊 你是要笑 慧娟 你还是回去几天吧 女孩子需要妈妈照顾 对 慧娟 你反正等她伤好了 你再回来一样 那么 你只要坚持你自己的工作 你就不要在乎这一段时间 你要再做 我们也心不安 那好 要不我就 暂时不做了 那你们家里怎么办呢 这你放心 我们再想办法自个儿安排 就是 来 慧娟 咱们把工资结一结 哎呀 田老师 你不要客气 三把我先拿着啊 谢谢 谢谢 慧娟呢 你可想着 来看我啊 奶奶 我一定会来看你的 一文的事不会想办法的 明明啊 跟奶奶和田老师说再见 嗯 天老师再见 哎哎哎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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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你们来啊 哎哎 妈妈 你又到处乱跑 手疼不疼了还 很疼 很疼的 妈妈 哎哎 你们到屋里去泄一会儿好不好 慢跑 我去 爸 我手上的帮带绑得我难过死了 哎 轻点 轻点 明明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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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啊 再坚持几天啊 等你妈妈在家里待习惯了 再拆下来也不迟啊 听话 听话啊 这样凭妈妈 妈妈会不理我的 难道你就愿意你妈妈 去别人家里去当保姆吗 我 好孩子 听话啊 再坚持几天啊 帮忙 帮到底啊 来 来 帮忙 帮到底啊 明明听话啊 去玩吧 嗯 来 晓南 你怎么了 慧娟她走了 她走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她女儿受伤了 需要照顾 她真是个很好的保姆 难找啊 奶奶 慧娟她不叫保姆 不是保姆 她是家庭服务员 是受过正规训练的保姆 怪不得呢 她跟别人不一样 可是我还是搞不懂 她又是保姆又不是保姆 奶奶 就是说呢 慧娟是经过家政学校培训出来以后的 这种人的职业呢 严格的说就叫家政服务员 是新的行业 那就是改革以后的保姆 对对对 还是奶奶有水平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爸 奶奶说家政服务员是改革以后的保姆 还不够确切 过了 过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 是你啊 你还疼吗 什么还疼吗 你的手 还疼呢 你也来骗妈妈 我跟你说过 小孩子不许撒谎 睡吧 没事 走 睡觉 好好眼睛 快 admissions 你 asynchronous pak 慧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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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儿 我住到学校去 慧坚 你 你这是为什么 康明 你越来越有本事了 和女儿一块来骗我 你知道我多着急 你就这么教育孩子 我 我 我就是反对 你去做保姆 我要做我愿意做的事情 慧坚 慧坚 你喜欢这些龙井吗 狮山龙井给我半斤吧 有眼力 会喝茶 今天第一笔生意 买一送一 你买半斤呢 我送你半斤 那怎么行呢 你买一送一 你不怕亏本吗 自产自销 投个吉利吧 你去哪里 你要 exploring 我帮你 来 田老师 于梅芳 你怎么来了 这个新店是你开的 是啊 爷爷快来 这位就是田老师田教授 好 开张欲规人哪 姑娘对我说了 都是你对它的帮助 谈不上谈不上 这小孩他有他的想法的 爷爷 去把那个龙锦拿过来 怎么样 这店不错吧 不错 不错 田老师 这是送给您的 刚到的新货 龙锦极品 不行 做生意不能这样 自己留着卖 田老师 保健赠英雄 好茶送行家 这茶要是让您喝了 它就保住身价了 不可以 不可以 你自己留着卖 收下吧 你不收 这个店怎么能发达呢 就是 既然老先生这样讲的话 那恭敬不如从命 谢谢 姐姐 田老师 咱们俩可是老茶友了 咱们不是经常说吗 茶 烟酒 不分家 您以后有空啊 就经常上我这儿来 我们这儿一有新茶 我就给您送过去 好 好 好 我一定经常来光顾 小鱼话说回来了 现在你自己的想法 已经可以实现了 不容易哦 以后的路靠自己走了 好 田老师 您放心 我会好好看的 哎 向过河的主子 拼命向前了 哈哈 不过你不要糊里糊涂 把自己最好的茶都喝完喽 哈哈哈哈 我生日当老板了 不会败了自己的家啊 哎 爷爷 那也说不定了 哈哈哈哈 越喝越旺 哈哈 越喝越旺 好好好 田老师 刘老师 我今天就要回乡下了 特地来谢谢你们 哪里 哪里 这袋茶叶是我们自己种的 不什么意思 哈哈 来尝一尝吧 好 我也尝尝 嗯 好 我喝这个 呦 这是什么这是 啊 这是极品龙锦 哎呦 好极了 嗯 是挺香的嘛 嗯 但是余老先生 你这么一走的话呢 这茶叶店就交给小鱼 一个人来看着了 不 他找了个帮手 嗯 田老师 没方在上海人地生疏 以后啊 你们多多关照 你们都是好人啊 你拜托了 放心吧 他挺聪明的 哎 小鱼啊 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来找我们好了啊 哎 反正挺近的嘛 嗯 好 哎 我来 哎 张先生 田老师 嗯 我爱人在你家吗 没有啊 请进 请进 嗯 好 怎么了 怎么了 田老师 实不相瞒 嗯 我爱人 立嫁出走好几天了 出走了 嗯 出走了